作词 李宗盛 爱的爱嘛我不在乎 不和你吵 不和你闹 当作给生活家做了 总有一天我拿捏好 辣椒和米糖个多少 别以为你会无数 就谁都挡不住 我要我的幸福 我就永远不认输 取了你的小棉袄 我叫你生岳父 今生今世 我会给他无尽的幸福 谁天生也不是 完美的一塌糊涂 我是一棵小草 早晚会长成大树 希望得到你的鼓励 你和一生祝福 总会与他携手踏上 满满人生路 这位女士 您上哪儿去啊 这还用问吗 穿成这样肯定是买菜去嘛 有滴了菜篮的约会的吗 还是穿这身好啊 是 人上了岁 该穿你不该穿你 本人心里得有数 得有个度 对 必须有度 对 你们俩能不能不这样啊 不像大鼻涕的这么黏着我 行不行啊 您不是买菜去吗 我们行子帮您滴露滴露 是 怕您拿不了 这药也不好 我今儿确实买得多 帮着拿着吧 大姐啊 你到国外去过吗 没有 你去过吗 也没有 国外啥样啊 反正我是查资料啊 了解了一些情况 国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天堂 是吧 有些地方也乱着呢 乱着呢 乱着呢 光天化日下飞 抢钱包 开枪打人 那枪都随便买枪 谁都能买 有这么可怕呀 关键是拐卖妇女 老年妇女也拐卖 拐 她 她是女的就拐 她拐回去干吗呀 锁下来啊 虐待 还虐待 关地下室 别急了 那怎么还有人非要去呀 她不是情商一高 这智商就低嘛 老糊涂了这是 对 就是老糊涂 干什么呀你们俩 是陪我去买菜去吗 这你一言我一语的 没完没了的 多烦人哪 又买个菜也买急什么呀 是 匹医见长啊 什么叫匹医见长啊 我是不是得急呀 你瞧你们俩说的什么呀这是 真明白自个说的是什么吗 太可笑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这么没完没了的说话 不能闭嘴 就甭跟着我 能不能闭嘴啊 什么东西啊 签名 签名啊 哎呦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没拿呢 前面够意思吧 说话算话吧 亲密签名 他都跟你聊什么了 我们俩什么都聊啊 聊工作 聊事业 聊生活 聊感情 得了吧你 人能跟你说几句话就不错了 还跟你什么都聊 你不信啊 不信 出个电话 你不信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你问他什么什么都跟我聊 喂 你打打打 喂 喂 喂 子豪哥 那个 你现在在忙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朋友想跟你说两句话 听听你声音 你看方不方便 行 没问题 就一会儿啊 就一会儿 行 喂 喂 你好 你好 子豪哥 是我 真 真是 真的是子豪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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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欢你了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 谢谢 对 我 我是那个如意的好朋友 好 你 你见过我的 就是那天在片场 我想起你了 还想起来了吧 那个 那个我现在还拍着戏呢 要不然改天再聊 好 再见 挂了 他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在忙 姐妹 是 把他的手机要告诉我吧 你以为你是谁呀 子豪哥的手机号能随便给别人吗 你们俩什么关系 你们俩什么关系 羡慕死我了 放桌上吧 干吗呀 不 不干什么呀 你们还站着干吗 那我们上哪儿去啊 这不是家吗 得跟家待着呀 大吉 这是你的家 但是当时咱是不是说好了 这已经也是我的家了 是不是 是 你家 今天呢 晚上我想在家里请一个我的客人 希望你们能回避一下行不行 现在就回避啊 行吗 谢谢啊 帮我把菜弄回来 要我一人还真弄不动 走啊 不用帮你摘着菜洗衣服 不用 动不着 不用我做呀 不用 不用你做 再见不远送了 二位 门给我关上 叮当 你这儿瞎话什么呢 你在圈子上瞎话呀 你这都做多少时间作业了 做的是你啊 叮当 抓点紧啊 赶紧写一会儿客人来了 你就没法写了 妈 那师叔长什么样啊 帅不帅 一般人 但是个儿挺高的 在我这儿啊 排大小个儿也排第一个 我以前还特别羡慕我同学啊 家家都有海外关系 就咱家没有 这下可好 我妈以后也在国外了 在什么国外 你妈就在这儿干活呢 在国外 家里有人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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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来来 快请进 穿那么多啊 狗狗的 请进 请进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是我闺女如意 你好 师叔好 这是我儿子满意 你好 你好 一个如意也满意 这名字起得这么不错 行吧 我们家还一鸟呢 叫得意 来 订单 订单 过来过来见爷爷来了 这是我孙子 行 我的真帅 这是爷爷给你带雨 谢谢爷爷 行了 行了 收起来 接着做功课啊 你这家不值得跟我们温馨吗 还行吧 本来儿子是不是马上要结婚了 刚装修的 坐吧 来 坐坐 请坐 入席 好久没有吃到家宴了 你们在国外不吃家宴了 对 那都不吃 家里人少 对对 来来 大师叔 你坐这 知道 我用洗手间洗手 满意 你带着您的食物去吧 好 妈 这个可不一般啊 长得帅啊 帅吗 帅呀 我怎么绝着一般人啊 你看你心里美的 娶你的 来 咱先碰一下 来 咱先碰一下 欢迎你啊 师叔 欢迎师叔啊 尝尝我做的 师叔 您知道吗 自打您出现以后 我妈这气质变化可大了 真的 真的啊 胡说八道 我什么气质啊原来 我怎么变了 我能说吗 你说 我妈原来就是家庭妇女 你看现在 现在是时髦女郎啊这 去你的别胡说八道了 我现在也是家庭妇女 甭听她胡说 但是一如你确实在时尚 而且你妈年轻的 不是特别漂亮 真的 漂亮什么呀 你竟瞎说 吃吧吃吧 俞儒 俞儒啊 俞儒 俞儒 这来咋场子来了这是 听说来卖宾了 干什么呀 卖宾吃吧 新西兰 美籍华人 干嘛 别捣乱行不行 师先生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行了行了 程大吉 你们俩能不能不捣乱呢 我们这踏踏实吃个饭行不行 来了贵宾了 我们俩排个小节目给出古出兴 不用 没人看你们那节目 我要看老爷爷的节目 俞儒 既然已经准备了 就让人演吧 演吧演吧演吧 行 丁啊你过来 干什么呀还叫丁的 你给老爷和白爷爷抱个目 对 怎么抱啊 你就说下面请看 我老爷和我白爷爷表演的 男生二重唱 下面 请看我老爷和白爷爷演唱的 男生二重唱 嗯 什么歌名呢 你就不用管 你别别活动 掌声在哪里 好 没有自己给自个儿不长的啊 来 预备 起 你 爱的路千万里 我们没走过去 讨厌 太彷徨太犹豫 终于 终于失去了你 你 新西兰在云屋里 也要勇敢的爬过去 大石头还可以 你们好好地在一起 你们好好地在一起 你说 有困难你们彼此要鼓励 有快乐要珍惜 你 是人生变得 分白美丽 爱的路上只有她和你 她和你 她和你 那咱们干嘛去呀 接着喝去呗 感谢没有掌声 那个 这菜都是我们帮上递了回来的 没事啊 你们吃吃吃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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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今天什么事都没有 完全可以送你上机场 不用了 路上堵车 一来一回得两个多小时 那行吧 好 谢谢啊 那就这样 我走了 再 再聊两句 真的 我觉得这几天 就跟做梦似的 是啊 我也觉得跟做梦似的 而且是美梦 对我来说 但是 甭管什么梦吧 反正它是梦 梦就得醒 是该醒的 我也该回新西兰 接着卖我的厨物去 我就接着过我老百姓 家庭妇女的日子柴米油盐 我来的路上我还想呢 你说多怪呀 其实这日子每天过 一天一天的挺烦的 每天都有不同的事 不同的麻烦 困难 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 真的突然 有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想着是挺好的 然后要离开 你又突然一下觉得 好像根本就离不开 走不了 你说是不是就是老了 我就是老了 不是 我在你们家的时候 看见你一大家子 热耳闹闹的 真的很像 也许 你真跟我去了新西兰 会很孤独 是吧 挺闷的啊 所以说 未来是个迷 其实咱们都在迷途中 那好 在迷途中 我现在 祝你得到幸福 你也是 大石头 谢谢你真的 本来我都觉得 我都不算女的了 我都觉得我就是老太太了 人生都完了 你这次回来让我 找回来点自信 西东 你本来就应该自信 真的 你非常优秀 谢谢你啊 再见 拜拜 好 对 差点忘了 给将来陪着你的女人吧 拜拜 拜拜 只剩下这首歌陪我 陪我 回来了 送走了 好 送走了 那个晚上吃什么呀 你甭管了 我去买点菜 行 那我回屋歇会儿去 一会儿他来了我就跟他说说 好 满意 谢谢 主任 您找我 对 坐 那我先说说哈孙辉 这个上次咱们评选副主任 虽然你的票数最多 但是最后呢 因为种种原因 还是落选 没事 主任 这回呢 上级领导呢 给我们个名额 社区居民啊 对你反应非常好 尤其程大吉这个事 管理得太好了 你用你的热心去包容他 关心他 现在多好 好好上班 满意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没事 我应该做的 就此我们决定 任命你为副主任 真的 这还有假 任命书明天就下来 是不是孙辉 是 今天开始你就跟我平起平坐了 现在 谢谢主任 谢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好 这个态度太好了满意 有干劲 孙辉这一片呢 你也比较熟悉 那孙辉 你拿出你的一部分 交给满意去管吧 主任 我能管得了 你管什么呀 你看看你现在 每天加班 人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作为我们领导也得关心你啊 所以把你解放 解放 给你也降点压 把你的社区交给满意一半 满意 我没问题 没问题 那就这么定 爸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喝两重今天 不喝不喝 不行啊 爸 今天必须得喝 今后是好日子 我们满意 容生副主任了 这可是喜事 但是我实在是不太想喝酒 来一会儿 那石叔啊 回新西兰了 屋敌以后也不会回来了 不 这得喝 我拿好酒去 喝啊 大喝啊 大喝 好 爸这辫子真够快的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可是副主任了 别跟人家争 也别跟人家斗 好好等 你说孙辉吧 我跟他斗得着吗我 你瘦了吗 人瘦不脏 你又什么时候咱是不是约你妈一块吃了饭 我觉得实际差不多了吧 起来了 昨儿晚上没太睡好 今儿就凌晨睡个小回笼 走 吃早饭吗 好 孩子们都走了 都走了 谁送的 叮当 满意送的 以后别让他送孩子了 他这刚生了副主任 上班别回都迟到了 咱以后这样好不好 我要是送孩子呢 你做早饭 你要送孩子我做 好不好 不好 送孩子做早饭我都行 行 那就都你干 那我就把他拿走了 就这边社区我跟你说啊 以前是出了名的脏蚊叉 自从我走马上任之后 简直变成了一个天堂 你知道我下了多大功夫吗 耗费了我多少心血 这真是 前人种树 后人成凉 谢谢您让我成凉 太不公平了 不是 你要真觉得不公平 你刚才就应该跟主任说 你像这社区我就不管了 我现在不说 我等着你变得乌七八糟的 弄得一突乱 我再去说 你觉得有可能有那天吗 林满意 你别觉得现在你还是当官了 跟我平起平坐了 怎么说也是我比你早 我是你前辈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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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给我解释解释 你现在这个商铺信息 这个答案怎么这么乱 什么答案 商铺信息 就是你管理的那一片 真的 你过来看一眼 行行行 现在我先来偷偷 二位主任 打扰一下 梁主任回来了 请二位去一趟 主任 来来来 坐 我刚从区里啊 开会回来 区里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 让我们社区 组织居民演出原创话剧 这 这弄得了吗 这都没弄过呀 并代表咱们区 参加全市比赛 十天后啊 正式预演 这么着急啊 到时候上级领导还来看呢 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这个 所以我这着急呢 把你们两个副人请下来 咱们这儿也没有这么专业的人才 所以你们俩 就得把这个责任负下来 我们俩真看不了 这话剧看都没看过几出的 怎么怎么弄啊 先满意来点信心 来 满意你看孙辉 信心很重要 是不是 对啊 这不是有信心就能干的事 你不会弄 你光我信心也没用啊 不认都能干得了你 这也干不了啊 有多难 你有信心你干嘛 我没有你的文才啊 你还没有 他还真行你别说 你不是上中专的时候 你不是你们那个 什么话剧社的组员吗不是 你不是演过吗不是 他那什么时候的事 他行了 他行了 他专业 你这个 这个办个专业人才啊 整个专业人才他就是 这我刚才还为了这个 没有人才 没有人 还着急呢 现在得了 既然这么定 任务也下来了 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你们俩抓紧时间 写剧本 谁的好 我用谁的 你们街道办事处 你写什么话剧啊 是啊 他说他 该干嘛干嘛不完了吗 好好工作一大堆 还做不完呢 还弄这事 而且你说他让我跟苏辉写剧本 那可能吗你说 人家写话剧剧本那个都叫什么 叫剧作家呢叫 那我们干得了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今天他让我写 让我写我 我一整天我就感觉这肩膀都发硬了 没事没事 家里特大 你们写完了谁演呢 叫社区找一些居民啊这些 在社区活动呢 那好说 要是换句写不出来 你们就写个三句半呗 就看一乐呵嘛 别拿我大唱 我真不想写啊 我都算了得了 我弄到我这 他找对玩也得了 行 没准玩着玩着咱们就迸发出灵感了呢 这走吧 爱把把地方的 喂 高雄 你没发现 我看你写剧本挺辛苦的 给你买点吃的买点酸的 好 谢了啊 你还想了白样呢 人家都快跟丁满意结婚了 什么想了白样啊 我把她当成了这个剧里的女一号 找找感觉 赶紧回去吧 我想陪你待会儿 不用啊 我写剧本怕人打扰 真的 我 我就静静地陪着你 我 我不 我不说话行吗 真不用 你在这儿我分心我跟你说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不是啊 小心点啊 宋慧 你能为我量身定做一个角色吗 好 好 好 我想想啊 你们俩的剧本都写好了 满意你剧本呢 我还没写呢 主任 她不是没写 她是写不出来的 别老说你 你 你的呢 民国往事啊 写得还挺厚 你说说呗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在民国初期的一个封建家庭 老爷 老爷 爱上了丫头 丫头的女儿 又爱上了老爷的儿子 老爷的儿子和丫头的女儿 又是一对亲兄妹子 真好啊你这说的 面对命运无情的摧残 在一个雷宇叫我家的夜晚 咔嚓 有罪的 无辜的 一起走向了 毁 你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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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雷宇啊 主任这是曹宇先生写的经典话剧雷宇啊这是 是不是 他就改了个名 不是 我这是向曹宇先生致敬 你那这叫致敬吗 你这叫抽席 你知道吗 也就出来 你看你就出来 人名不一样 别的都一样 小子还知道挺多啊 别吵了 别吵了 我觉得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 雷宇就雷宇 也比没有强啊咱们现在 主任英明 别拍马屁 就这么定了 雷宇 好吧 还有一个啊 孙辉当导演 剧本是孙辉的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后果 好好好 满意啊 你给孙辉当助理 搭搭下手 这毕竟也是大事 好不好 但是啊 咱们这回的原则 是积极鼓励咱们社区的军民 来参加演出 这样把咱们这个 搞得红红火火的一场大戏 好不好 好 是哪儿啊 让我演一个角色呗 行 你看哪个合适 我想演四份行不行 喝多了吧 不演四份就喝多了 打得有那个杨贵妃的心在演 好吧 我想演这个 你非让我演什么杨贵妃啊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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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烦着呢 我都把你都让我进去 我要创作啊 创作啊 好 好 下周见喽 啥啥 严儿 你怎么来了 有个好事找你 好事 什么好事啊 我们单位啊 要拍一话剧 然后呢我是总表演 我想请你出演女一号 还女一号 不行不行不行 你先别着急拒绝 咱们俩要找一地儿坐下 我把剧本跟你说说 我真演不了 我会紧张的 小的时候老师让我朗松和课本 我脸都红 我肯定演不了 你最合适了 你先别着急 拒绝 好吗 关键的是 我也没时间呢 你就不下班了吗 今天呢 不是 我接你老师 请到办公室来一趟 你 你找我来就是这事吗 是 那不好意思啊 我 我肯定帮不了你了 你找别人吧 免得我到时候再耽误你事 我先去忙了 好吧 考虑考虑啊 考虑考虑啊 真的不行 你最合适了 白叔 林略挺有嫌情小事的 我弄得破啊 小孙呢 你也有日子没来了 最近忙什么呢 弄一件大事 街道能有什么大事啊 咱们街道要排出话剧 我是总导演 街道要排话剧 你还是总导演 对 这挑战不小嘛 准备拍哪部作品呢 雷宇您知道吗 当然知道啊 那是曹宇先生的处女作呀 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呢 被称作是 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机师 我真是找对人了 白叔 我真没想到 您对曹宇先生的这个作品 这么认识深刻呀 就是认识一二吧 我看啊 您就别谦虚了 这个周浦源啊 您俩演最合适了 不是等等等会儿 你说什么 我演周浦源 对呀 您看您这长相 这气质 一举手一投足 风流如雅啊 您不演周浦源啊 没人能演 小子 玩笑开大了 玩笑开大了 我怎么能演周浦源呢 我演周浦源 那不是糟了 曹宇先生的作品啊 曹宇先生在天之灵 也不会同意的 您真不演啊 那我只能让程大吉演了 那快 你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让谁演周浦源 程大吉啊 程大吉演周浦源 对啊 他一直想演啊 呸 他认识字吗 他知道周浦源是谁吗 他不知道 但是听说这个丁马逸他妈要演鲁世平 他就哭着喊要演 不是 你是说 马玉如要演鲁世平 对 他们两个演两口子 你怎么不早说呢 不是 你不是 你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这样 小孙 为了支持街道的工作 更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啊 也为了艺术嘛 对艺术 对曹宇先生负责 这个周浦源 我演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先去忙忙忙 一定安排好啊 那个程大吉什么都不能演 只能拉大幕 得嘞 曹先生啊 对不住啊 您多担待吧 我不能让程大吉糟蹋您的作品哪 演画剧 你这行行行 这我哪行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没事有我在 不管你怎么演你怎么演肯定没问题 你叫我怎么演我怎么演 对 你懂啊 我当然懂了我 原来我们大学的花局是有台柱子我跟你说 是吗 对啊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一上台就紧张 我告诉你我当所长那会儿 第二天比如说要开全所大会啊 我得上台 我头一天晚上就别睡了 每回上台之前这腿啊 就哆嗦管不住 我这不行我怯场 人家白老师能演您不能演啊 白老师 白演他爸啊 你 你让他演啊 是啊 他演吗 他非常非常的踊跃 信心满满的 是吗 对啊 你还别说白老师有艺术细胞 前一段他们俩还还排个节目呢 白老师排的非常好 他演哪个呀 周浦渊 您演鲁士兵 你们两个人演一队的老秀 好玩吧 那戏后来已经不是情人了 年轻时候有过一段 这个雷宇这剧本 曹宇先生的作品 我年轻时候就看过 我第一次看我只哭 特感人 是啊这角色不是分您过数吗 您这么有品位 那长得又好看 您年轻时候不当演员 真的我觉得 行行行 你帮你点抬我啊 那要不我试试 就是他了 行 那我试试吧 我就不算答应你 就定了 您信我的没问题 您只要一丫这个 您没准就火了真的 咱们 那行了吧 火什么了 那行 那我走了 走了 等我电话 排练啊 我试试吧 不用试了 就咱们定了 程叔 您不能送我来上 别别别别 宋贵 你刚才跟一如说 谁要演的老情人 白老师 白症狂 对 怎么了 没啥事 我就是觉着 白老师的心脏不太好 不能生气不能激度 万一要是在台上演起来 心脏病犯了 我就提醒你一下 没事 这点人白老师现在身体好的呢 心脏病这事 他平时看不出来 都是突然发作 是吗 没想到啊这个 是啊 白老师演谁呀 周浦元啊 反正我 我就是提醒你啊 孙慧 你别演着演着送院去了 你这事可就坏了 这么严重啊 心脏病这事可真不是好说的 那怎么办啊 您 您看这样成不成 我奉献一把 我这身体我还可以 程叔您不会吧 您想演你就不玩啊 不行啊 也不是不行 我想想啊 别难为你啊 这么着吧 下午啊 您跟白叔都来我们的街道办 咱们俩试试信 谁演得好 用谁 行吧 就是竞争上岗 竞争上岗 成成成成 上午就 两点吧 成 两点 行 快点走啊 孙慧 回去吧程叔 走了 小孙慧 大叔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周浦元这个角色非我莫属吗 怎么还要士气呢 是这样啊 就是咱们得走个过程啊 你知道吧 要不然人说咱们是潜规则 好 其实我早已经把你内定了 不不不 真金不怕火烈 你说跟谁士气 没有你让他来 导演 准点准点 准点准点 对对来来来 小叔 我跟他士气 他还是耀眼周浦元 让他试试呗 你知道周浦元是哪位吗 程大姐 行 咱都准备好了吧 要不然 你们俩谁先来啊 你先 我先就我先呗 我先来 程叔您先来 是罗刀是马的 上来溜不吃 对对对 拉着来溜溜是不是 溜溜走走走 臭书元 这怎么个意思 这还现看词啊 你这凉什么呢 不是 你这凉什么呢 平儿 我 生平 就做错了一件事 我打断一下 你这将来上了台也拿个稿吗 你这是朗诵的还是怎么着啊 背词啊你这 导演 你还影响我 他 他不说了 我 我 万没有想到 他 今天还在 找到这儿 只能说是 天命 我 准备寄给你 两万块钱 停吧 停吧 惨不忍躲 不行 看不下去了 不是 程大姐 不是 你知道周朴元是谁吗 我先问问 你扭你来 我来 我来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周朴元 什么叫话剧 共鸣 话剧懂吗 把话要说出来 声音得打出去 让后排的观众 全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是话剧 还影响我情绪了 那导演 我们开始了 平儿 你要包容我 你要包容我呀 平儿 我周朴元 平生只做错过这一件事情 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你居然还在 今天你能到这里来 这就是天命 是天意 我老了 刚才让你走 我很懊悔很懊悔呀 这样 我预备 借给你两万块钱 你笑什么 他演的是老爷呢 我看就是一老骗子 说话呢 我说的是实话呀 道远你说 行了 程叔 白叔演的确实是冰的好 他真的很适合周朴元那个角色 你 不能你说的好 那就好啊 这么着吧 要不然您试试那个 鲁棍儿那个角色 鲁棍儿干嘛呢 就是他们家仆人 不是 鲁世平的县日老公 他有老公呢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又到了一年里 最容易起风的季节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想念 想念 想念轻声喝的酒 和节日里唱的歌曲 想念那年的朋友 和儿时的晚屁 又到了一天里 最想要松懈的时间 陪在身边的事 一阵阵想念 想念 想念一夜喝的酒 和奶奶老的春雨 想念放学回家 夕阳忘不到别 唱一首回忆的歌 来温暖孤单的我 眼角的泪已淡了干了 月光依然沉默 夜之后 一阵阵全面的望 先念一阵阵 我執著 只剩下這首歌陪我 陪我